教育部长法国最新内阁改组 被媒体称为是政治神童的艾塔尔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教育部长 然而他就读私校的背景 却遭到大力批评 也意外揭开法国私校精英养成传统 法国政府20号宣布改组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便是年仅34岁的政府发言人艾塔尔 成为最年轻的教育部长 外型郡帅出众的艾塔尔 政治生涯亨通 23岁就当到部长及顾问 27岁就成功加入现任总统马克宏阵营 接着一路扶摇直上 34岁就当到教育部长 但他一上任就被批评 出身名门私校 不懂一般学子极苦 学生认真上课 这所亚尔萨斯学校 就是艾塔尔中学时就读的学校 位于法国巴黎第六区 是巴黎最贵地段之一 基本学费一年就要3000欧元 约台币10万左右 想进学校得先挤破头 国中部664位报名者 只招收86人 录取率只有12.9% 该校学生普遍不畏惧 权食和金钱 充满自信能言善道 学风秉持从容不迫的酷态度 其实法国一直以来 都有精英教育的传统 总统马克宏 总理伯纳等多数政治人物 也都出身私立中学 或是专门培育政治商业领袖的 高等学院 提到贵族学校英国也有王子专属学校 英国英顿公学向来有精英摇篮之称 威廉王子哈利王子都从这里毕业 其他校友还包括20多名英国首相 百位皇室成员 各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记者综合